OK大家好我是Kenny 那现在你们看到了在画面里面呢 就是一块还没有装上显卡的一套主机 眼睛的朋友应该看得出这一套主板就是来自华硕的 ROG STREETS S8701-E Gaming WiFi 没错我今天要来给大家测试的呢 就是到底这块主板会不会所说的就是 15块显卡的金手指 但我今天想要证明的一个东西 有两个点第一就是我一直在很多的视频很多的评论区都一直说过 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但很多人都不相信 所以我想要来制证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可能可以通过我自己拆装的一个方法 来让一些有担忧有焦虑的一些用户 说不定这个方法对你来说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效果 但是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叠一个假 就是我所分享的这一个技巧它不一定有效 但在我这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所以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吧 首先呢你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主板是还没有上显卡的 但其实这张主板已经在我的视频入境了很多次了 理论上它已经插过无数的显卡 我也跟大家展示一下现在的这个时间 OK现在的这个时间是接近三点钟下午2月13号 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来我再来做一下 同步两个镜头啊避免大家所说的啊有猫腻啊你有操作啊你骗人 完全是没有刮痕的在这个PCIe插槽上 那紧接着我们就来看看显卡吧 就是我这一张我直接拿最顶级的万利的RTS5090好不好 那这边我先对个焦啊 避免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现在金手指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好了 你们可以看得到啊我这一个金手指是还好无损的 并没有任何的崩掉的这个情况对吧 但其实你们已经不是看过我已经接上这块主板做了那个所谓的呃 变砖的那个测试了吗 也证明说其实我已经插上这个主板过也拔下来了 但PCIe的这一边也没有任何崩掉的迹象 当然只是一次可能是我小心 那我现在呢就来装进去再拔出来好不好 那我现在就是一镜到底 不剪 然后来看一下 好了 现在 我们先这样子装 但是装的时候也要很小心 尽量就是垂直 OK 这样子 OK没问题那这一个供电线我就不装了 但是有些人可能说你这边也要绑掉那个螺丝 才能够还原这些人的场景 没有问题 我照样把这个螺丝 给装上好了 OK 你们可以看得到我现在已经装好了 然后 然后 纹丝不动 然后 在我拔开之前 细续给大家看看现在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 2月13号 2025年 下午5点02分 39秒 40秒了 好 那现在 我们来拆开显卡好了 我把挡板的螺丝给擦掉 然后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 尽可能保持它不会伤到 显卡的PCIe 金手指的那个情况 我们尽量就是不要放它 而是让机箱保持在垂直 竖直站立的情况下 把显卡给扒出来 毕竟它也不需要你按按钮的嘛 那其实你躺下 跟你站立的姿势 拔开显卡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我们现在就是通过手 拿着显卡的两边 然后这样子轻轻了 左右摇摆一下 拿出来了 看到吗 我已经把显卡先拿出来了 好 现在就是要见证袭击的时刻 我把显卡这样子放 然后在我给大家看之前 再来报告一下现在的时间 2月13号下午3点04分 好 现在就一镜到底 好了 然后来看看 另外一个镜头是怎么样的 好 现在看到吧 现在我先对焦一下 我对焦好了 再进行 那个 好了 等一下对焦 OK 那 请问我的显卡的金手指有崩了吗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是后面 我们要看正面 好行 没问题 我把它转向正面 然后呢 我再调整一下 这个微距镜头的这一边 这个太低了 调整高一点 直接拿出来 好 满意了吗 请问我的显卡金手指有崩掉吗 当然 只是第一次第二次 大家又会觉得我侥幸 对不对 那我直接装满一个5次好了 那我现在再重新装一次 至于主板的插槽 我们等最后的时候来验证就可以了 就不用麻烦每一次重复再看 装好了 过后呢 我们再来对照一下 目前的时间 2月13号 15点08分 好不好 那行 我们 马上来拆 一镜到底 不做任何的剪辑 来拆开这个显卡 我把螺丝给拆下来了 那一样的 我们拆开这个显卡之前 我们双手拿着显卡的两侧 左右摇拽 轻轻的 就拿下来了 另外一个镜头 我们现在回来 来看一看 现在这个金手指 的状况 一样完好无损 没有任何的刮痕 没有任何的崩脚 OK 马上 这个退回来 对面三角角掉下来 好 现在呢 我们安装 第三次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一下时间 3点10分 买下的时间 3点10分 2月13日 各位 一样的 现在 进行第三次的显卡 拆卸工作 电话显卡 电话显不接 来 看一下 我现在左右摇拽 然后 流到 100V 的镜头过来 我们来对一下 没有棒 没有蹦脚 完好无水 快看各个角度 没问题 对吧 然后 接下来 我继续装 第四次 现在来对照时间 目前的时间 是下午 3点12分 2月13号 马来西亚时间 好 我现在来拆卸显卡 OK 一样 左右摇拽 轻轻的 OK 一样把显卡放下来 然后 把这个东西推开来 我们再来看 一样 第四次 一样 没有任何的刮痕 嗯 可能是我太信念了吧 好 现在呢 就进入最后一次 第五次的安装 来做 最后一轮 关于这个的 对照 现在的时间 3点14分30秒 下午 然后是2月13号 证 证 证明 我并没有跳这拍 还是一样的 好 现在来做最后的拆解 OK 把这个轻轻的左右摇拽 OK 轮到微距来拍了 对焦 对焦 来 好 可以看得到 金手指显卡 依旧没有崩 好 好 然后现在 我们把显卡给拿开 继续看一下 主板 的PCIe插槽 是怎么样的 一个情况 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主板的PCIe插槽 一样还是完好无损 没有任何的刀伤 没有任何的刀伤 在PCIe插槽上 所以也就是说 ROG主板的最新快拆 会伤主板 会伤显卡清手指的这个问题 在我这里 不会发生 我不确定 到底是刚好我这个主板的批次 良率足够 没有遇上这件事情 又或是我每次拆卸的那一个姿势 正好都是这样 我其实没有试过 直接把主板弹平 然后直接开放式这样 往上垂直拆上来 你们也不要叫我去试这件事情 我没那么傻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我现阶段 至少我通过这个视频 给那些已经买了ROG主板的朋友们 如果你担心你的显卡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可能这个方式 说不定能够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不妨去试一下 毕竟你都已经买了 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 对吧 然后也欢迎分享一下 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 可以保护到你的显卡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我身上 这块主板 我没遇到这个问题 我也装了20几次30次 压根没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 我想我也不需要再跟你解释 那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见 Peace